请问看时间来关心 又有台风将生成 中央气象署表示 位于关岛一带的热带性低气压 最快将在今天晚上增强为 今年第25号台风天吐 预估将持续朝旅宋岛东北方海面移动 而针对可能出现的四台共五状况 气象署指出 第23号台风节梗 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不高 但外围云系可能带来更多水汽 而阴性万宜等台风 则对台湾没有明显的影响 天吐台风的路径周四是关键 后续会不会有谈原效应 需持续追踪观察